善心辩护人祝老翁圆梦 苦等三年视线成功万人受贿 这台宝金风霜的破脚踏车 跟着高龄80多岁的老人家 七年来为了公里走上街头 踏遍台北 新北和澎湖 终于在澎湖地院遇到贵人 争取到迟来的正义 就到法院一楼 就看到一个瘦小的老先生 就推着一辆脚踏车停在法院 他是有一件刑事诉讼的官司 在我们这边被判决确定 我当时的一个想法是应该没求了 但是看他年纪这么大 一问已经80岁了 所以我就想说 那你就把他的资料给我 隔天再请他来法院解释给他听 希望他能看台 回去以后研究结果才发现 国民年金法 跟劳工保险条例的一个规定 都是遗嘱年金 但是一个有追溯补发 那国民年金却没有 所以我认为他们是违反了 宪法障的平等原则 去帮他申请视线 张颖焕也站在老翁立场 有感而发 身为申请人只相信一件事 就是有没有去做 因为做与不做之间 法律不是规定什么 就当然是什么 而是不断相信自己的权益 不断努力与抗争 申请人 今已垂垂牢矣 不知结果出现时是否健在 但为了其他人因资讯落差 及公务员之态度告知 而短领已属年金者 我仍愿在离开前奋力一搏 最后更截取一段单诺自传 通往正义之路 绝非充满荣耀的锦绣之徒 而是荆棘满布 漫长寂寞 充满伤痛和苦恼 希望引起大法官共鸣 遇到贵人 他感觉到我这个确实 我肯定很委屈 他挺身而出 他说 袁先生 你这个案子 最后一条路 就是提大法官刺去 我说我也知道 我说我拼我这个门 我下辈子才能搬到这个路 我根本就不把希望 三年呢 寄出去三年 没有下文 直到今年七月 传来视线成功的好消息 林挺泰终于可以不再抗争 张银焕也总算放下心中大石 虽然他不是我自己 案件的当事人 但是我那时候既然已经帮他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 他的案子好像也变在 我自己的身上了 看到有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果 觉得我心头的那个石头 也落下了 也为他高兴 林挺泰说 妻子过世后的遗数年金 虽然只短领五万多元差额 但他真的不是钱 而是礼 太不合理了 那个简直是 那跟初恋一样的 说难听的 他就硬 硬要压力 不让你 不是不让你 我说 没有 你没有告诉我 我生气什么 我怎么生气 开始第一时间我就想 认证不成心 一关一关一关 都大回表 官官相同 你这个案子 我趁早受了 不会有结果 我听到这句话以后 我就 先死了 从那时候开始 我走上街头 而视线成功后 大约有五万件 因此受惠 林挺泰也感到很欣慰 我问心无愧 我尽力了 我这一生 前大半辈子 我对人生 没什么贡献 最后 20国民 有点小小的贡献 我良心过得起就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